頂著炎熱的大太陽奮力向前 111年全國身心障礙運動會 特奧輪協競速的賽場上 來自全台灣熱愛滑輪競速的 特奧運動員是努力揮灑汗水滑行衝刺 其中來自國立苗栗特殊教育學校的全盛智 是成功在男子500公尺第8組 率先衝線搶下金牌 對 就拿到金牌的感覺 對 很開心 那跟我們講一下 平常大概有會花多久時間在練習這個部分 練習 社團課的時候才練 社團課 所以大概就一個禮拜一次 對 一個禮拜一次 一次大概就是會花多久 兩小時嗎 就是有在運動啊 其實可以讓他們釋放一些壓力跟情緒 他們平常在學校學習會比較穩定 對 然後再來就是他們其實平常在學校 例如說念書啊或是什麼 他們其實是沒有舞台的 那你看他就是他居然能上去領獎 這對他們來講不管是第幾名都是一種 就是怎麼講鼓勵這樣子 不管第幾名都是一種突破 這也正是特殊奧運所強調的精神宗旨 同時也盡量增加每位選手的獲獎機會 不僅前四名都能夠站上頒獎台 在正式決賽前還會依照各選手的預賽成績 進行分組 讓實力相近的選手同場較勁 促進競賽公平性的同時也增加了比賽的可看性 我覺得特奧比賽最迷人跟最特別的地方就是 能夠讓每位特奧運動員都能有機會上台頒獎 那讓每也其實也是鼓勵每一位特奧運動員都能夠來比賽 鼓勵每一位符合特奧運動會參賽資格的朋友 都能勇於挑戰培養運動的搶身習慣 更重要的是希望每位特奧選手都能享受運動競技的過程 揮灑出屬於自己的熱血篇章 外圖一探黃瑞鴻林志武 台中採訪報導